川金会声变中国遭质疑北京 无不可告人意图 川金会声变 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受美方质疑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今天表示 中国莫有不可告人的意图 美国总统川普取消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原定于6月12日在新加坡的会谈 川普接受媒体采访时暗示 北韩最近态度的转变与中国有关 中方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发挥了某些作用 陆康下午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回答媒体上述提问时说 我们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意图 他强调 中国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一直发挥积极核建设性的作用 坚持半岛非核化目标 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以及坚持透过对话协商解决半岛问题等立场一直保持一致性 从莫变过 陆康还表示 川金会对推动半岛非核化进程具关键作用 希望双方珍惜这段时间取得的积极进展 并且保持耐心 互视善意 相向而行 继续致力于透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 推动半岛非核化进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